字幕作词 李宗盛 Hello,Alman Magazine的读者,你们好啊 我是Joyce,曾欣宜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你的近风呢? 我的近风呢? 我刚刚今年很开心,在4月21-22日 在香港的洪汉香港体育馆 开了我第一个红馆的show 然后开完之后呢 就直接拍了一个网剧 然后拍完之后就马上飞过来这边了 所以现在近况就是很兴奋 可以做回一些关于音乐的工作 对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在开show之前 推出了一首新歌叫黑彩虹 然后推出了之后就做完concert就马上拍剧了 所以就很开心可以来到马来西亚家去宣传我的新歌 其实为什么你的新歌会取名为黑彩虹 有什么韩语在呢 其实黑彩虹这首歌这个歌名 我觉得很开心可以得到一首那么美丽的一首歌 因为其实一听这个歌名黑彩虹 已经会很有画面 因为可能大家从小到大都知道彩虹是充满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色彩 但是黑色的彩虹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我觉得已经很有意思在里面 可能我们小时候我们大家都会不会不懂得怎么害羞啊 不懂得去怕自己的一些决定 但是人越大你越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你会难为情啊 你会害羞啊 你会觉得不喜欢自己某一些的东西 可能长大过程中 过程中你这些颜色你会把它收藏起来 这首歌对我来讲是一个提醒大家要 就算给别人落密让你这条彩虹变了黑色 或者经过你成长的过程中 丰满了尘埃 你都要记得你本身是一条充满色彩的彩虹 是一手提醒自己去不需要屈就别人 去做自己充满色彩的首歌 嗯 就是说不用收藏自己本身有的很多颜色 就是说做人不好看伐练是不是这样 是不需要为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去收拾 哈哈哈哈 literally 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有所感触的 当然会有啦 因为原来眨眼我正式入行十年了 计算08年开始我拍剧开始啦 到11年开始做踏入乐坛做歌手 在这十年里面经历了很多的高高低低 那也都就算到去年都临开show之前都要跌断一只脚 就是不断都会面临很多不同的难关 呃 我觉得尤其是在香港的娱乐圈呢 香港的乐坛呢尤其是 那个乐坛缩得越来越小 呃 要生存在香港的乐坛或者娱乐圈里面 变得更加更加更难 呃 有很多时候 会很想放弃 是 但是这首歌会提醒着我 尤其是他副歌里面的第一句歌词 就是 黑彩虹 仍然等着某片水暗天空 呃 这句歌词我每一次在录音室里面录的时候 一唱到这个歌我就会哭得很厉害 因为他提醒我 即使我觉得我自己多没用 觉得自己 这个世界多没色彩也好 可能在某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我只能够touch到一个人 只能够帮到一个人 那我也要继续下去了 是的 所以这首歌是对我来说的疑惑很大 尤其是在我临开第一次个人的show 之前可以有一首这样的歌 他简直是鼓励着我去继续加油 你每次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是怎样去鼓励自己震促 你会做些什么来鼓励自己震促 嗯 我想我很幸運 我真的很喜欢唱歌 我很喜欢在舞台上 我很喜欢表演 那 嗯 我觉得 每一次我能够有这些的机会去表演呢 我就会得到力量 尤其是当有现场观众的时候 嗯 我觉得表演不是仅是站在台上的演出者 给大家力量 其实我作为一个表演者 我都很需要观众给力量 我才会做得更加好 那所以我都很感恩 就是在由入行到现在都不断有很多人支持我的音乐录 对啊 那所以 对 互相的 嗯 有时候很简单一个 em em social media 的post上面 大家的一个留言 叫我加油 em 或者有些粉丝 他们会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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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direct message 给我 我就已经觉得 很满足 好 收到了 有力量了 你有没有计划 要来大马开演唱会 我当然想啦 你懂不懂任何人想帮我开 我想啊 因为我很记得当初 大概11年左右 我第一次来 做了几个 mall event的tour 那时候开始 就已经有几位马来西亚的粉丝 是很忠实的 到今天 我下机 他们都在这里等 是啊 嗯 我猜不到的 我猜不到啦 而且 我最初入行的时候 我 不是很受欢迎 所以我更加珍惜他们 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亲自 来到大马这边去 面对面 多谢我们表演 很多人说 最近你也有拍一个网剧叫 《性感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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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在这个剧里面的角色 你的性格是怎样的 我在这部剧里面 我的角色叫做羊羊 太阳的羊 叫做Miss Sunny 我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 来的 那 在这部剧里面 我们有五个女主角的 那 我就是在这一帮 五个姊妹里面 我是比较最喜欢 帮助别人 最希望大家都和谐 的一个人 但是呢 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羊羊呢 他很喜欢喝酒的 那就因为他很喜欢喝酒 就会闹出很多搞笑的事情出来 那你跟谁的对手戏是最多的? 在这部剧里面 最多? 嗯 我的男主角 邓剑云 他很好笑 是 有一些感情戏 嗯 嗯 都挺有趣的 因为 我一直都很留意他的戏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生鬼的一个演员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这次拍摄 大家都很有气氛 嗯 所以都期待我和他的 气氛 出来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效果会是怎么样 那这次也是第一次 你拍一场戏 你和他 然后你们会不会觉得禁忌 我长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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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和他拍长戏 是 是完全没有尴尬的 嗯 嗯 很 发生得很自然 哈哈 两剧搞定了 哇 觉得自己很漂亮 就是说 那个部分不是MG最多的? 嗯 没有MG 就是我们试了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一剧这样做 第二剧就试下这样做 所以其实也是一剧 哈哈 哈哈 很好啊 他和他很有默契 是啊 挺好 我想我发现呢 现在开始拍多些戏了 我发现原来 好的对手是很重要的 是啊 我也挺幸運 就是在我过去 这几次拍电影来算 都有很好的对手和我一起 一起 演 工作时候还有什么你想试 还是没有机会去试试的? 我想 我想有很多东西我都 我都已经尝试了 嗯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得更好 我 我要求比较高 我是有点麻烦的 要求高到 嗯 但是我觉得 可能这一刻我最想做的是 musical 因为我对上一次做musical 是2012年的一屋宝贝 那当时都 我很享受那个experience 他需要的时间很长 他给的钱很少 但是 因为我遇到一份很好的剧本 很好的故事 很好的音乐 嗯 嗯 我每一天 我觉得过得很充实 还有 这一份工作很有意义 嗯 原来很有趣的 你每一天 你的表演是一样 但是你观众 不同 你那天的情绪不同 你出来的效果都会不同 那我好享受这一种 一日新鲜的感觉 那有什么 你说 有没有说 你想和一路以来 支持你的粉丝 可以对着你们 好啊 Hello 嗯 嗯 好多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嗯 嗯 你们 有眼光啊 真是 good taste啊 嗯 希望 有多些机会 可以来到大马 亲自和你们玩 啦 或者 希望有一天 可以在这里开show 可以亲自表演给你们看 一样的 好 感谢